嗨 大家早安 我現在4點59分了 我特別找到這個時間錄影了 我剩下1分鐘 唉唷 點錯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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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到這裡 然後協會進去 這裡我先給他按掃檔有沒有 然後看看有沒有辦法打贏他 好 跳過會不會來不及啊 欸欸欸 快點快點啦 哇哇哇 時間沒有抓好啊 他這裡要讀取啊 有的時候會慢個2秒鐘 好 然後先把這次數用掉 這樣子我們可以多打一點 這一次沒有贏 沒有贏 4點59 我真的是把事情搞砸了 我剛剛還在看名字 其實呢 昨天拍那個比較厲害的大神的影片 我後來 其實拍的時候很無聊 你看其實我在講解的時候 有點沉悶 是不是 欸還是輸欸 好 再打一次啦 至少要給我們刷到3場啦 有沒有 下面這個 哇 真的是晚一點錄影 5點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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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重置了 好 那麼這一次呢 好 這一次還是沒有 好 沒有關係 沒有就沒有 當前攻擊力 差不多到60萬了 目前已經到了 59萬6 59萬6 然後我們到這邊再抓一點材料 給他多到60萬好了 應該有機會 OK 這個 每天呢 這個5點鐘 他重置會再給你5次 然後我們拿一點那個書 我們打把書本打開來 好 看一下裡面內容 看一看是沒關係 好 不用花錢 好 這可能 多了一些 59萬7 還是沒有辦法到60萬 然後今天先打這個一場就好了 不多打了好不好 就一場 不然真的怕你們無聊啊 就看一場 然後看看到底有沒有可能 沒有可能 我們去做別的事情 到時候等普洛斯來 再安排一下 目前可以確定的是呢 我看這場上都有幾個方向 第一個是 我們把水龍的速度 直接高過到徐浦有沒有 這樣子可能還有一點機會 因為我們首波 就加了護體 然後 首波就給他制裁 這樣子是不是有點概率對不對 然後 第二點是 怎麼樣這個角色先爬起來 可能是要高過大熊眼之類的嗎 或者是要想一下 就是說這個 大熊眼呢 他的指令下來 封技能 盡量的不要干擾到水龍 哇哇哇 1900萬深海王倒了 深海王直接被我們抓掉了 你看大熊眼還是差一滴血 剛剛其中有一波是打了1100萬 大熊眼還是差一滴血 這邊他又再打一個技能 真的是很可惜 然後我們被封技了 被封技我都覺得還好 因為還有護體 然後蠟燭點過來 有一點傷害 所以就為什麼呢 我後來我要擺鳳凰男 我利用鳳凰男的特性 你看這一次給他下去 哇 怎麼會沒有辦法把沙發弄倒啊 也是很誇張耶 大熊眼還真是這麼厲害 我們很可惜少一個扭曲地場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等一下還有機會可以打一個追騎 不是這一下 哇 這是追著前面去 有沒有你看我們這個被封技能啊 很慘啊 真的是很慘啊 跟大熊眼差一點點 你無論怎麼樣大熊眼打掉了 我們可以看到 後面漂亮的戰鬥 對吧 那你沒有打掉的話 你就要去祈求鳳凰男 這邊就要撐很多 至少你不能夠把步驅給他耗掉 你耗掉就沒 現在是還沒有耗掉快沒了 這驅動其實在刮過去完了 這太痛 好鳳凰男這一次可不可以呢 可以收了吧 哇他還有護體啊 他還有開了專精系統 這個是有開專精 好開了步驅了 那現在問題就很簡單啦 我們就由此可見了 像我講的啦 其實水龍的速度已經高過大熊眼了 這問題不是這個 問題是剛剛那一下 有沒有辦法再爆痛一點 是吧 所以我們就看那一下 不好意思這邊狂男 剛剛有說了 是異常 但是 我想再看一下有沒有機會 把大熊眼跟深海王弄倒 好這一次牙薩卡 現在觸發了突破步驅就是輸了 這沒得看 跳過 加油加油 吹流水龍加油啊 這一波你打一個2000多 看一看 爆山的核心強 還是同地的核心選擇上更強 這一點狂人呢 以過去派一個打全部的經驗呢 我認為是同地打得比較高 水龍你打一個高山啊 大眼睛給他 哇哇哇這次沒打大眼睛 結果好像爆山比較強耶 怎麼辦 阿不不是跟著跟著 同地比較強啦 剛剛這一次只有打1200有沒有 所以 同地比較強 我是真的很想打敗他 不然我不用拍那麼多型 你不要想說我拖時間沒有 我真的要打敗他 不然我在那邊弄那個沉沉裝備 我把空襲一直提升幹嘛 你以為很好升喔 這次帳號啥都沒了 你怎麼升 升個狗啊 講話不好聽 對不對怎麼升 沒有辦法升嘛 怎麼升呢 講得很容易 對不對 60萬的水龍 1700這樣就對了 後拍後拍 他又不打 1900 2000萬 2000萬 哇那個大眼睛 剛剛如果你再槌一下 他就直接爆了 結果他沒有槌 他槌了一下他又往前打 他就是很奇怪 他看到眼睛要倒了 他就不打眼睛 我注意到很多次 他明明就該倒喔 但是他卻打別的 也沒有人跟我說過為什麼 我也不想知道 反正都是這樣子 很難 對不對 我問你們 你們要想你們可能也不知道 因為這個角色剛出來 這個艾森說他確實是亂打嘛 這誰知道 打到破洛斯出來還得了 來 催流水龍 第一下在前面正常 後面幾下 後面 後面 來 再來 再來 不要 後面兩個 打後面 阿 我拜託你阿 他不聽使喚阿 只要看到這就好了 以後看到這就好了 不要再看了 看下去沒有意思 打不下去 我在想阿 要不要加速度阿 先打 1840萬 後面幾下 1500 不夠阿 又軟腳了 又軟腳了 我們試看看 我們試看看 我想這樣子的話 571萬 不夠阿 不夠 許譜沒有那麼低 許譜可能沒那麼低 有沒有你看 他頂多在球棒之前 也不能說明什麼 他還是有機會可以聯繫 但是概率是比較低 但我們攻擊放掉很多 那你放很多的情況呢 你看看喔 先出招了有沒有 好這一波直接先出招 還是有傷害啦 少一點點而已 問題不大 後面呢 喔整整少了 一下少了三 三百萬 悶得一直以來的作戰方是 對的 而且我覺得 搞不好下一隻不是波羅斯 這我又怕他又給我延遲了 是不是 跟之前那個豪水鞋子 豬神一樣亮出來 就過了一年多才出來 對不對 來看一下好了好不好 看水龍打 背心大師 有沒有他這個在地的話 他背心大師 血條還是幾百萬 也不多 但是 你跟我們水龍比 一定是比我們水龍強 你看他殭屍牆 都打2200了 對不對 可是水龍之所以呢 我一直覺得 很多觀眾他說 水龍要課長才強 我覺得還好 應該是說 他有他脆弱的地方 可是呢 他這個暴力攻擊的效果呢 又跟以前的角色不一樣 對不對 所以 我還是投水龍一票 我本來也不看好水龍 只是說 我覺得他跟別的角色 不大一樣 沒有角色是這樣子 有沒有 這樣子 你看 完了之後還有這個內傷 這個內傷是多寶貴 你知道嗎 他是很寶貴 然後他又有護蹄 有沒有 你角色有護蹄就是優勢啦 你無論有沒有驅動騎士 你都帶著護蹄 所以我覺得他是很棒啊 那麼局勢的話 哇哇哇哇哇哇哇 這些都還不是很強耶 怎麼辦 這不是很強 我們到這裡 這裡 兩千八百萬 臭老臉 沒什麼對手 這個 這第三場 好 現在打他這個後面的幾個 沒有關係 好換一個換一批 這個風靈雨畫很好記嘛 我們先打別的 然後不要超過那個名次應該是還好 好這邊有一個一千兩百萬 以這場戰鬥來看的話呢 這個背心大師他提示很厚 然後又加了速食牌 同時呢 他掛著一個深海王聯繫 其實基本上 我是認為我們戰力差很多 好我們贏的概率應該有六成 哇這背心速食牌 啊我沒有把 無鎮騎士擺上來啊 我什麼時候下去的 下去一陣子了是不是 我都忘掉了耶 我可能下去一陣子 因為換核心對不對 好像是這樣子 那這一場 我們是要慢速喔 慢速就不好說了 先加一點護體回來 有沒有你慢速 慢速 慢速你只要水龍一出招的話 基本上就贏了 但是狗狗俠他封技能嘛 這個一代的會封技能 然後封了之後他目前 這邊都還有氣 撞了完了之後 深海王還可以開聯繫 我們應該要掛了 我說錯了 我們還是要掛 他又開了聯繫 突破不去 Yasaka這次血條快要被貫穿了 他完了之後他又一下主體Yasaka 我們要輸了 哇哇哇這邊先回來了一些 哎 這邊先打兩下 Yasaka被打了一波 難道沒有死嗎 難道水龍還沒有倒 沒有氣的水龍 這邊先還是撐著 一個普攻速食派1500萬 直接倒下來了 完了之後還有狂暴的 鳳凰男 想不到鳳凰男 還可以對深海王造成一點點的威脅啊 269萬他的一顆護體被打掉了 還有這可怕的殭屍俠 這真的是可怕 1000多萬 有沒有你看深海王當時抽的人 就是這樣 還是很強很多時候 還是可以運用他 對吧你光這個聯繫啊 這裡吹過去 這裡吹過去 還是不錯的 完了之後他又有一個主體 水龍還是要one by one撐著這一下 不過這邊再恢復 還有辦法揮嗎 好像揮了一點 背心出失敗打過來的 水龍的護體又恢復了 亞莎卡線一下 探索完了之後 亞莎卡還有一個主體 在第二下 不過水龍要收頭了 看來這場戰鬥我們 應該還是勢在必得了 又拿下來了 垂流水龍 擔當一滴喔 閃避完了之後 還有另外的兩下三下 哇深海王護體回了這麼多 再吹過去 背心大師 背心大師去洗頭了 啊水龍要掛 水龍要掛了 看殭屍俠 有沒有那麼7000多一點啊 然後同時鳳凰他先爬起來擋一下 這可能會輸喔 這還有特化酸食 所以他可能會輸喔 269萬 還M6要快不行啦 哇 這個吸血吸不了 突然傷害剩下3000 什麼剩下199 吸不到血 有一個值得慶慶的啦 這次是深海王 暫時是這樣子 哇哇哇哇哇哇 他閃避了閃掉了 剛剛Edeo 結果深海王又來一下啊 好可惜啊 這水龍要倒啦 還沒有倒 剛剛Edeo又來了 還沒有倒 這次連續去 可能要同歸於盡了 再一下 還沒有倒 再一下 還沒有倒 深海王還有一口氣 結果最終狂熱沒有贏啊 怎麼打得那麼刺激啊 又爆掉了 真是特化酸食啊 再給他吹過來 突破不去 本場戰鬥右邊 選紅龍先生 正式獲勝 我們先打一次好不好 怎麼會拆不下來啊 怎麼可能啊 再打一次 今天先把目標的選手 換成恐龍先生了 好不好 上次那個選手 我們下次再打 再打一次恐龍先生 應該是可以打贏啊 這深海王位置 我們也不要改了 就這樣就好了好不好 就改這樣子 有一點運氣成分 其實他這個索尼克 一開始長過來就不對了啦 我這應該要改陣型啦 索尼克把我血打完了 我怎麼搞 對不對 一開始就把我搞完了 他不是搞完 他把我打完了 背心大師 背心大師 先撞 亂撞一通 還好這個時候 恢復了一點點護體啊 你看他瘋我輪 是吧 一開始的時候 蘇斯曼你打屁啊 一開始的時候 應該是要 他狗狗俠瘋狗亂咬 我應該先躲一下 不要放在索尼克對面 這麼明目張膽 目前還好 問題不大啊 但是深海王等一下還有一拳 這一拳下去突破不去 我們協調還是要見敵 我的天啊 這超誇張 水龍他直接倒在前面啊 你看水龍他還是有一個 今天他還是有一點問題的 還是有點問題 你可以看到他還是有點問題存在 OK 剛剛是這個嗎 好我們再來 對 有了吧 應該是我贏嗎 對不對 我們應該是可以贏的 背心大師 這是雷光源是先送給他了 啊 這雷光源是怎麼先送給他了 兩千萬的背心增子啊 對決兩千萬 結果 這位置有點不好 有一丁丁不好 但還可以 這邊又中了一下 沒有特化酸食有點不好 這邊靠了回點血 有沒有你這個速度慢了 然後老是這樣子 所以也不是說這戰鬥無聊啊 應該是說 我們這次打的對手很強 所以你看到的只是 我們一直很辛苦的來玩 好才不是什麼 無聊的 這水龍這麼強 都打的 都是一千多萬戰力 以前的還有一個角色可以掉 龍群都不行啊 差的遠咧 差的遠啊 我剛剛之前那場 其實已經很漂亮了 這一場打起來更辛苦 不快吐了一下 結果水龍這邊 開了不屈了 然後水龍又特化酸食 也沒有什麼血 哇三千萬 剛剛那一下是三千萬啊 哇哇哇哇哇 哇哇哇哇麗這你真的是發瘋了 又背心打死 剛剛兩個下 哎呀 way唷 下巴都快掉下來了 鳳凰男 跟這個音速索尼克 一點顏色小巧 好上一刻 哇一千九百萬 他先要護盾 他這剩下專精系統了 匠獅侠 剛剛風凰男 今天都有一千九百萬的傷害 青銅組的風凰男 結果兩個笑相樂好了 兩個都蹦掉了 這邊又轉回來 可能完了 還沒上一個受傷 傷害更痛了 还开了联系啊 那我们要倒啦 我们这次要被出局啦 今天影片还是很遗憾 最终全有水龙 还是没办法打赢这个对手 不过他比起上一个对手来讲的话 我觉得我们胜算算是蛮高了 约翼队同时增加了一点护体呢 但是对手 扭曲了一场之外 他还有九个气 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 我们没办法打了 靠的是还有点闪避 闪避闪了掉还有一点机会 但是你一中奖了之后 这些血条没了 背心出失败 不是背心大师 又来了闪避闪不掉哦 垂流水龙 还有特化酸死没了 没了 真的是没了 哎很可惜 好了 影片也非常长了 不好意思啊 这个水龙 看看明天我们有办法 介绍新的角色了好不好 然后我个人是觉得 不错啦 因为好 他好的锻炼嘛 对吧 有始有终嘛 好不好 就是一个锻炼的过程 而且我也不可能一直玩这支账号啊 这个账号我们时间也有限啊 对不对 以后下个月又看到 刚好还是这个账号 可是以后又再以后就 好看的就是别的了 好 这个账号就看不到咯 看不到咯 好了 大家拜拜 拜拜